事從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媒體的方面 擔心俄烏的炸戰變成世界大戰 核武大戰的同時 美軍最高將領米尼已經現身 烏克蘭跟波蘭的邊境 然後英國小報放了一個消息 他說普丁的情婦 過去的這個金牌選手 他帶著四名私生子女 現在躲在瑞士 沒錯 事實上現在烏二的戰事 是不是會擴大 根據這個BBC的 英國廣播公司的 他們的分析 未來有幾種走向 一個是短期的結束 看來是不太可能 第二個是長期的戰爭 第三個是捲入成為歐洲的戰爭 再來就是說普丁下台 或是被暗殺 還有外交途徑能夠解決 等等的這個方案 我們先來看一下 短期戰爭來說 目前已經持續這樣的情形之下 烏克蘭不會放棄 俄羅斯也不會放棄 雙方有可能會進入一個長期戰爭 那對美國比較擔心的是說 因為這個目前普丁已經放話 如果你想要在這個烏克蘭 形成所謂的禁航區的話 我會形同是對我宣戰 那也不排除說 搞不好這個普丁會先下手為強 攻擊包括說像波蘭 或是說波羅的海三小國 甚至是摩爾多瓦等等國家 引爆成為整個歐洲的這個戰爭 那這是幾個戰爭的可能性 另外當然就是普丁 會不會因為 因為最近的情形之下 這個俄羅斯股會 是都出現一個重挫的局面 俄羅斯現在被國際制裁 Visa不能用 Mastercard不能用 Apple Pay不能用 已經對俄羅斯人民造成某些程度的衝擊 那到底普丁能夠做得多穩 那再來就是說 像國際社會也有人說 那把普丁暗殺掉 或者是說 澤倫斯基被暗殺掉 這都是一種可能會改變走勢的可能性 另外外交斡旋的這個方式來說 我覺得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可能沒有是這些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未來的這個整個烏俄之間的戰爭 對全球股會市或全球影響 其實還是蠻大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嘛 現在最新的這個狀況是因為 這個美國的這個國務卿布林肯呢 他已經在跟歐洲 那甚至是日本已經 日本已經加入了 日本也同意說 如果要對俄羅斯石油 這個禁運的話 我們也會加入 那因為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剛才提到 俄羅斯目前它的石油呢 生產量是全世界第二 那雖然美國有嘗試的是說 要跟伊朗 要跟委內瑞拉 要達成說你們也可以把石油賣出來 這樣的狀況 但是他還是沒辦法取代 目前俄羅斯的整體的這個石油 包括說美國自己本身的這個燕油漆 也沒有要增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這個布蘭特的原油 一度飆到139塊 那甚至是這個美國西德州原油 都出現大漲 一天漲10% 這個在歷史上都很少看到的 也因為這樣 對於全世界的這個經濟 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好那 當然要持續對俄羅斯 進行一個這個壓力之下 還有現在還有歐盟 一個新的方法是說 他們要把這個俄羅斯 踢出所謂IMF 就是這個國際貨幣基金 那當然這個到底有沒有可能性 因為你要踢出這個國際貨幣基金的話 你要所有的法定的這個獲言國同意 那這裡面來說 中國可能就不會同意 所以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另外因為之前俄羅斯已經被踢出swift 那是不是會對其他一些還沒有在列入制裁的俄羅斯 因為一旦石油你真的禁運的話 原本沒有被這個制裁的這個 因為在交易石油這些銀行 你也可能會加入制裁 所以這個可能都是後續要這個制裁俄羅斯的其他方面 但是有一個國家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瑞士 因為瑞士在過去一段時間 它其實是中立國 但是你可以看到從這個228之後呢 它就已經放棄中立 它就要開始制裁這個俄羅斯 包括說凍結俄羅斯的相關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人員的這個相關的資產 包括說這個俄羅斯的航班 然後這個很多人都不能夠進來 甚至是很多俄羅斯寡頭 我也不讓你進來 它已經不是過去一樣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中立國 那比較有意思的是說 因為這幾天的這個消息 就原本有一個傳言就是說 普丁把他的情人送到這個 西伯利亞的核岩體下面 當時人家就說 他是不是要發動這個核戰 但是現在最新的消息是英國的小報爆出來 就是說其實在這個烏二的這個衝突之前 其實他就把他的情婦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阿琳娜 阿琳娜他其實是過去俄羅斯 非常有名的一個體操選手 他也得到非常多面的這個金牌 包括世錦賽的金牌 包括奧運的金牌 那有傳言就是說 他跟這個普丁有生了四個小孩 那甚至他們都擁有所謂的瑞士的護照 那他們送到這個 因為送到這個瑞士之後 這個有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瑞士放棄是中立國 那是不是你假設如果如同英國小報報導的 你的子女或是你的情婦在瑞士的時候 那是不是成為肉票的一個狀況 那是不是有可能 在瑞士可能可以壓人壓錢 對沒錯 所以這個是不是會有一個新的變化 那當然我們要看後續 普丁或是說這些所謂的後續的發展是怎麼樣 好那我們講 那為什麼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呢 會對全世界影響這麼大 我們先來講一下烏克蘭 烏克蘭來說我們如果從他的過去的這個 這個香氧穀物的蘊藏量 包括說他的釉礦 釉礦是全世界歐洲第一 那包括說像鈦 鈦的話可以用在很多航鈦 那當然也是這個歐洲第二全世界第四 蒙礦 蒙礦的話可能這個包括說我們的電動車就需要用到蒙礦 包括鐵礦砂 鐵礦砂是目前全世界第二大 包括中國大陸在跟澳洲起衝突之後 他從這邊也來了運了非常多的鐵礦 所以他的煤礦也是全世界第七 葉原氣是全世界歐洲第三 所以你要其實他是一個資產非常多的一個國家 那除了這個之外農業也是一樣 他的耕地是歐洲第一 然後他黑土因為黑土是個非常肥沃的土地 他是全世界第三 另外一個包括像日葵 還有包括說葵花油 他是世界第一 大麥是世界第二 那大麥出口量是世界第四 玉米是世界第三 那玉米是生產是世界第三 然後出口是世界第四 馬鈴薯是世界第四 蜂蜜產量第五 那小麥出口是世界第八 雞蛋還有奶酪等等產品 所以你看其實他的整個這個農產 他影響面非常大 他的農產品是三餐必備 對 他的烹調用油 農產的葵花油 然後他的小麥 他的玉米 他的雞蛋 他的奶酪 對那歐洲的餐桌也會變貴很多 對沒錯 我們現在已經確定歐洲人的這一個能源天然氣跟電費的賬單 對 每個國家都飆漲好幾倍 是 可是緊接著烏克蘭的戰爭如果打很久的話 三餐的價格跟成本可能也會飆漲好幾倍 對就是因為他們都是這麼重要的這個這個所謂的原物料生產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上個禮拜的時候其實長最兇反而後來居上是那些黃小毅這些產品反而後來居上 所以你看這個這個其實對全世界的影響更大 因為很多我們知道其實在上一波的阿拉伯革命裡面就是因為糧食問題 那這個會不會抨擊到因為會不會衝擊到其他的這些國家 我覺得這都值得大家關注 好視聰我們再回頭討論 這兩年疫情的時候全世界已經很M型化 其實台灣也很M型化 台灣的外銷電子產業半導體產業發大財 可是內需產業或者是這個微小經濟其實受害很重 然後他們很忍耐了一兩年 好不容易本來期待今年可以開放 然後這一個相關的內需消費產業有機會可以復原或者復蘇 可是以歐洲現在的處境萬一戰爭惡化 能源飆漲好幾倍糧食飆漲好幾倍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微小的微商或者很小的服務商 事實上都可能有龐大的經濟壓力甚至倒閉潮 對沒錯 甚至過去兩年大家是因為COVID-19的原因導致很多經濟行為會停滯 但是接下來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因為惡性通膨帶來的 因為你一旦比如說像石油原物料大漲 那那種成本的增加一定會排擠到我們日常的消費 那日常消費你可能會縮減的就是那些比較競爭力比較差的那些廠商 他會首當其衝 所以這個可能這個經濟衝擊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們會看到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覺得我們過去兩年非常好的電子 為什麼外資會在那邊狂殺 你說電子業會受到影響 當然會受到影響 你看我們的IC封裝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金 把金銀這些這些貴族金屬都在漲 他成本也在增加 那電子產品你會需要非常多的塑膠 塑膠原物料也在漲 而且我在講真的 電子產品不是必需品 你三餐要買來吃 然後你的手機跟電腦 舊的繼續忍耐著用 也並不一定要立刻買新的 對沒錯 所以可能會排擠到 就是說 原物料上漲之後可能會排擠到產品是相當多 可能接下來我們電子產品 所以為什麼外資在這邊砍殺 不要說外資砍台積電好像沒什麼道理 事實上他們也是會擔心說 因為通膨帶來的效應來說 電子產品有可能也會被排擠到 我覺得這種影響其實是非常深遠的 如果真的這種原物料價格 譬如說現在已經有人預估 這個石油價格真的到200塊 哇那你可以想像到 黃曉鈺會漲到怎樣的程度 那個對國際局勢經濟的衝擊 是大家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這一次 因為烏烏大戰之後 展開一個新的惡性通膨 這個可能說我們過去 一輩子都沒看過的一件事 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輩子都沒看過的 全世界級的經濟戰爭 我們稍後回來 惡物戰爭今天進入第11天 那這一個國際油價 這一個波段飆漲的漲幅 已經超過50個百分點了 你跟我都在為這一場戰爭買單的同時 事實上全球股災也在大惡化 而且邱博士 這一次大家很擔心 類似70年代那樣子 全球出現很嚴重的這個停滯性通貨膨脹 第一次油價危機的時候 大家可能沒手感 因為整個我們還是屬於開發中國家 台灣那時候經濟也才剛剛 加工出口器什麼剛剛出來 可是第二次的這個油價危機的時候 大家就有手感了 第二次油價危機的時候是在1979年 是美國在伊朗的這個黑格蘭遭受到一些挫折 挫敗 美國要跟這個伊朗切斷的親密的關係 要禁止這個石油的這個輸出 所以說他去禁印 結果這個禁印的這個結果使得油價又飄了三倍 所以說這個是第二次的這個石油危機 那可見所有的這個石油的變動 其實都會影響到整個經濟的變動 那以過去30年來講 上一波歷史的高檔是在2007年08年 那一波歷史剩下147塊 但是緊接著而來就是一場2008年金融海嘯 對那因為在2016年2014年6月的時候呢 歐洲呢發生了歐債危機 所以說歐債危機的這個結果呢 使得這個發生通縮 所以說油價從很快的喔 那幾乎是跳水式的這個下跌 那跌到最低點的時候 如果說不去計算這個付的這個油價的時候 2016年的1月份的時候 油價最低點是27塊1美元一桶 但是呢到了2020年COVID-19的時候 一開盤這個因為有期貨的這個關係 甚至呢出現這個逆油價的這個狀況 有些微負了這個狀況 可是呢我們最近這一兩年以來 因為景氣特別的好 所以說油價呢開始慢慢的這個攀升 那攀升的這個結果呢 加上這個QE 所以油價呢一飛就馬上就慢慢漲慢慢漲 其實呢如果說沒有戰爭的話 這個整體正常的油價呢 從夜線或周線來看的話 應該是在70美元一桶左右 那從整個歷史的這個過程來看的話 我們不計算過去最高的這個 最低跟最高的油價的話 油價正常的這個波動是在50到80之間 這個是經濟可以接受的 可是呢你超過了80到了這個120 甚至到了這個139今天嘛 那如果說像8月這種買法的話 它可能一估180的話 那一衝上去我看整個全球的這個 物價的這個問題呢更嚴重了 而且呢加上3月15號 美國聯準會呢要開這個貨幣 決策會議 那這個貨幣決策會議 從美營指數來看的話 這避險很顯然的嘛 都跑到美營去了 美營指數現在9899啊 那我們上次探討的時候 大概是在這個97左右啊 你再來看美營 所有的這個資金呢 都跑到美營去了 所以說殖利率呢 是一直往下掉 所以美國還是戰略上的相對贏家 不是絕對是相對 歐洲是很大的輸家 對目前來看的話 剛剛所報的這個股市當中呢 我們發現說其實是歐洲的股市呢 有時候是跌得比較大 然後歐元最弱 對 那美國的這個股市呢 在開盤的時候是大跌 那尾盤的時候 有時候就因為一些措施呢 縮斂 那目前呢 從幾個 再看一個避險的指標 黃金喔 黃金的價格呢 最低是在950幾美元 這個一樣是 最高的時候是在2000多左右 是在7年的10月份 其實呢 從避險的眼裡來看 黃金往往是很提前的喔 就很早就告訴你說 下一步你要準備要 要應付這個風險 所以去年10月份的時候 其實呢 股票就一直有一些波動 那沒想到今年1月份的時候 外資突然又拉了一波 大家覺得說 好像又沒問題了 可是呢 我們從烏克蘭這個問題來看的話 其實通膨喔 是在去年的3月份的時候 從指數嘛 3.9%的這個CPI的這個年增率 就開始上來了 一直到12月的時候 年增率跑到9.7%左右 那剛剛陳彥所報告的這個黃小益啊 你如果說看到這個小麥價格的話 你會嚇一跳 黃豆的價格還沒怎麼樣 小麥的價格呢 突然大漲 你看他這個 因為烏惡戰爭呢 突然大漲 那當然中國呢 他是吃這個雜糧的 小麥很重要啊 所以說剛剛也有報 這個我們的智庫 也有報到這個 中國這個倍量的這個狀況 可是看起來的話 目前你整個麵包 聽說這整個麵包 從45塊可以漲到90塊 所以目前的這個狀況呢 是對於整個物價來講 是這樣子 所以我猜測 歐洲跟非洲的壓力會很大 因為歐洲的主食 主要是麵包 麵製品 麵條嘛 然後這個北非 事實上也依賴 包含埃及都依賴 烏克蘭的糧倉的 這一個 基本的主食嘛 亞洲國家因為吃米多 然後米的話 至少相對上 沒有這一次小麥 來的衝擊大 對所以說我們來看 我們意味來看說 今天外資啊 整個三大法人 為什麼會賣那麼多 聽說賣了這個 800多億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你意味來看的話 第一個 通膨的問題 如果說出現在 需求過往的話 你可以解決 為什麼 因為你升級就可以解決 可是你出現在這個 成本推動的狀況的話 會影響到什麼 廠商的 break even的價格 因為它會推 會被推升 所以廠商的這個 獲利 一切獲利會打折 對打折 而且它的市價 它的這個公司的這個價值 會下來 對 所以股票會下來 所以在這種陰影之下的話 三大法人為了這個 在今年呢 為了保守一點 因為這個戰爭呢 到底多久 到底是只有 烏克蘭跟蘇聯的問題 還是整個北約跟蘇聯的問題 還是全球的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呢 這知識體大 如果從股民的角度來講 2月24號開戰 先賣先贏啊 那天賣的比起今天的 都還是贏家啊 對啊 你看去年 18000點就是一個最高的 18000點也是先賣先贏的概念 台積電688也是先賣先贏 很不幸今年也是這樣 好 陳妍剛剛看到 布林肯直接說 歐美可能考慮對於 俄羅斯石油禁運 而是全球金融市場 今天鬧股災 其實之前對俄羅斯所有的制裁 唯獨就是石油這一塊 一直沒有做 所以他制裁俄羅斯的銀行的部分 我們就發現說 只要是交易石油的銀行 他們有去做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如果不做 俄羅斯的事件 似乎沒有辦法告一個段落 所以這樣的論調一出來 其實就讓油價 在今天直接狂噴 而且這個噴發的速度 你看布蘭特已經逼近140 如果這兩天再漲下去 就創歷史新高了 但這個創歷史新高 未來的衝擊是什麼 肯定會對經濟帶來 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這個也是為什麼之前 他們一直不敢做這件事情 可是到底我是要慢慢的 讓經濟受傷 還是迅速的解決這件事情 我相信現在他們希望快速止血 也就是說我把石油禁運 這件事一端出來 也許這件事可以解決 短期的經濟傷害 後面我們再來想辦法處理 我覺得是這樣 那也因此現在市場的資金 開始尋求避險 而且急速的移動 我們從整個外匯市場看的最明顯 因為其實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我看美元漲的速度還沒有那麼快 但這兩天大家覺得 這個整個事件 應該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美元這幾天是狂飆 那今年以來漲幅已經超過3% 黃金的部分還在持續的上漲 現階段來講 我覺得大家是不計代價的搶黃金了啦 因為甚至可能連央行儲備他也趕快把黃金納進來 那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當然就給國際股市帶來一個很大的衝擊 上禮拜五道琼 納斯達克 S&P500跟費半都是持續的持續的大跌 包含科技股相關的股票都在跌 那這樣的氛圍 當然一早衝擊到整個亞洲股市 日本股市跌幅快3% 韓國股市的跌幅也超過2% 當然這樣子 所以今年大家都跌破連線喔 通通都覺得懷疑走進熊市人 港股更慘了 團州還跌破4% 對 那這個當然也影響到我們今天這個台股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我們也看到這個外資的大賣超 那現在台股破了年限 台股外資今天賣822億 這個是史上第二大 對 那你現階段你已經破年限 等於整個防守算是失守 那國安基金會不會在這個時候互盤 我覺得就要特別去注意了 因為這個問題是相當嚴重 而且整個賣壓 我覺得來自於整個半導體股 你看台積電今天跌幅也超過3% 聯電也是喔 那當然在這當中 我們看到萬綠從中一點紅 其實並不是說他的基本面 好好好 其實因為鋼鐵上個禮拜中鋼就封盤了 對 封盤就說我不好意思 我不再報價了 我也不接新訂單了 因為原物料的一個上漲 那當然大家就會說 俄羅斯會不會是另一個北朝鮮 我覺得現在他的經濟狀況 正在快速的惡化 他的GDP負成長之外 物價也持續的一個增加 加上現在國際確實都在反 當然俄羅斯字也跳出來 你封我我也封鎖你 但是這樣有用嗎 因為我們看到蘋果啦 三星都加入停止供應消費性電子產品給俄羅斯 而且我看到這是全球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非常團結的一個做法 全球化的產業 我看到 艾瑪斯通通都關俄羅斯的店 那這個固然是力挺烏克蘭 可是也意味著他們本來在俄羅斯賺的錢通通都沒有了 他們的業務業績一定縮水 這個部分也是影響到整個電子股一個很大的因素啦 所以你看上個禮拜台積電ADI一開就崩了 今天就接著反應 當然現階段來講 聯總會升息的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我們自己的這個央行總裁也在講喔 後續觀察國際央行的情況 但我覺得衝擊最大還是在金融股啦 尤其是我們的 因為最近所有的這個新市場債券都大跌 尤其是俄羅斯被降頻 這個部分一定會影響到 我們受險的金融評價的一個損失 當然這個金管會說沒關係 我給你半年的時間 你不要急著賣 那俄羅斯也說我會付你盧布 可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部分降頻所帶來的評價損失要特別注意 那現在國壽已經開了第一槍了 他已經說我我先認列 因為我可能利息拿不到啊 我可能本金會損失啊 我二月我先認列了26億喔 可是雖然認列26億 他的受險還是賺了168億 好那陳業我跟你簡單沙盤 推演幾個數學 第一個數學是 國內的金控廠的相關的公司喔 在債券的部位喔 保證是歸零 尤其是俄羅斯債 我認為是歸零 然後新興債跟著跌 所以所有新興債的部位 可能都要打折 然後新興債的債券資金喔 這個也要祝福大家 因為台灣其實有很多全球高收益債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 全球東歐債券基金 全球東歐相關基金 這一類市場的債券相關的 這一個經濟跟資金的風暴 也一定會有折損 沒錯 然後這個還沒有算股票市場 對 因為你剛剛都講了嘛 股票幾次還跌得很兇 港股也腰斬 不是腰斬破底啊 港股也破底嘛 那全球的股市 那股票的部位 也可能會有提裂損失 對 所以這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 我們所現在所看到的 好像沒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公佈 這26億扣掉 這是落後資訊 對而且他們還說 因為我們把未來可能領不到的席啊 跟什麼都已經扣掉 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但剛才您管你講到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會影響在3月跟4月 因為他的股價的損失 壽險業持有非常的多 還有債券的這個持有損失 我們現在才發現說 哇光俄羅斯債券 就讓他們的禁止可能減少10% 甚至像星光晶那個幅度是很大 而且可能讓他由 這個賺錢變賠星光人壽的部分 所以我猜測受險有股票部位 還要再認列 然後再來受險的股票 比方說歐洲的部位 還要再認列 然後債券已經認的叫做俄羅斯債 因為俄羅斯債可能短期 差不多是接近要歸零了 但是其他新市場 會不會跟著連環吧 會 所以像這一波外資先賣的是什麼 就是受險相關的金控股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是不是要現在就要去承接 因為我現在看到很多網友都在講說 那金融股現在跌下來 我們來接不是很好嗎 那當我覺得大家還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就不是最好的時機點 這個部分還是我覺得在謹慎的評估 好我們稍後回來 好持續剛剛看到這一次美俄雙方 另外一個核心的戰場是在經濟跟金融上 對其實這一次的戰場在金融戰已經不像是在傳統的地面戰的一個部分 其實金融戰已經打到核彈等級 為什麼已經打到核彈等級 我們待會來講 我們首先看到這個油價 這個油價不論是現在是西德州還是布蘭特都已經突破了125美金每一桶 那之前在2008年的高點是每一桶147美金左右 那以目前如果美國要開始去制裁 所謂的一個俄羅斯的一個出口 包含了英國也要動作 歐洲也要動作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預期這個油價會繼續上揚 那黃金的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所謂的一個避險資產 那當然其實我們長期看到只要美元 就是大量一美元的時候 其實黃金不是下跌黃金上漲 但是到現在這個時期 美元準備要收了 過去歷史上美元一旦已經收黃金就下跌 可是現在因為通貨膨脹實在太嚴重 也推升黃金價格持續在飆升 那在這個指數的一個部分來講 我們看到美股不論是在道瓊 那斯達克或者是所謂的一個 這個S&P500指數 今年的跌幅都大概接近10%到10%左右 這樣一個數字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在年初就已經講了 今年勢必是美國打擊通貨膨脹的一年 通貨膨脹贏他的詛咒 那另外看到在德國英國跟法國股市的部分 最近的跌幅加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正常開到歐洲 所以對於歐洲國家來講 它經濟絕對是首當其衝 也是造成他現在其實不敢把這個量化 緊縮縮緊的一個因素 那在日本跟韓國部分 其實我們去看指數 包含在韓國部分 他其實已經做頭很久 比台灣已經很早做頭很久 所以韓國股市 他其實已經下跌一大段 那在所謂的一個上陣 或者是恆生 深圳的一個部分 包含了不論是中國再多的一個救市方案推出之下 也是受到地緣政治的衝擊 以及就是經濟衰退的壓力 今年股市也是一路的向下在探底 那加權股市的一個部分 當然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在去維持它的股價 但是受到這個外資重新市場 大量賣出的狀況之下 我們看到台積電 短線也是修正的非常的多 包含連電之前也提到了 在未來的一年內 左右時間28那一年的製程 可能會變成所謂的一個 供過於求的一個狀況 那在拜登這個部分 他瞄準了美國的一個 美國瞄準了這個歐洲 俄國的一個經濟命脈 去制裁他的一個使用 那這部分主要是什麼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 美國先講出了 我要去終止他的這個 踢掉他這個幾家銀行 踢除他這個SWIFT系 但是有趣的是什麼 有趣的是在俄羅斯 他大概有300多間銀行 是在這個SWIFT系統裡面 可是美國踢的期間 更有趣的是期間裡面 沒有主要從事能源交易的公司 但是最重要最大的核彈是什麼 美國對所謂的俄羅斯 他在所謂的一個外匯存體 大家去想俄羅斯的外匯存體 不是放在俄羅斯的本土 它是放在國外 所以他把這個外匯存體 全鎖 全鎖變成看到蘆布暴跌 暴跌之後俄羅斯 他把股市就修飾了 為什麼 他完全沒有辦法去拯救 他的盧幣匯率 他的6400多億美金的外匯存體 全部被鎖在國外 俄羅斯他原本應該沒想到說 美國他其實要打仗仗 他一定想到美國一定經濟制裁 但他沒想到歐洲窩裡反 怎麼窩裡反 他本來想說 歐洲的這個天然氣跟石油 我大概是40%都是我俄羅斯供應的 他怎麼可能會站在美國那邊來煩我 他現在通貨膨脹都那麼嚴重 美國也是怎麼可能打這一仗 打這一槍 結果沒想到 美國真的聯合歐洲開了這一槍 一開始呢 這個美國 他對於這個俄羅斯鎖住他的外匯 而且不只是美元或外匯 包含了歐元 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外幣 全部都鎖住 那俄羅斯也提出反擊 那反擊什麼 現在他就是大量的限制 俄羅斯本土的國外的資金 就是移出俄羅斯 那這個規模有多大 根據統計 歐美國家投資在俄羅斯的一個資產部會 大概一兆 其中大概有六千億美金 是所謂的一個資產 那大概有三千多億美金是股票 現在全部被鎖在裡面 也都出不來 那因此這場仗打到現在 金融戰已經進入了第二個回合 第二個回合是什麼 打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資源出口戰爭 我們看到這張圖表 這張圖表呢 俄羅斯他最大宗 就是拔金占他占全球的一個出口比重 達到四十五點六Percent 那其中還有包含了鎂 薄 鋁等等的 那包含了這個所謂的一個農產品的價格 那我們看到這一槍一開出去之後 其實在一開始 歐洲的天然氣價格就已經飛天 歐洲天然氣價格是首先飛天的 短短一個期間之內 漲了快兩百Percent 那之後呢 再開始要來去對這些 所謂的一些原物料 來去做限制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幾天 相關的一些原物料的 這些貴清楚的價格 瘋狂的飆升 那包含了前陣子誇張 看到小麥的期貨價格 連六天漲停板 真的是非常離譜 那現在呢 大家都關心說 這個所謂的一個 包含了天然氣價格也好 包含了農產品的價格也好 他會不會繼續來去做飆漲 那這個部分呢 到底會不會來去做飆漲 就是取決於現在烏克蘭 烏克蘭一般來講 他的一個玉米 玉米的一個播種時間 大概是在所謂的四月份 那現在烏爾戰爭打成這樣 玉米怎麼播種 不論呢 現在農民 農產品價格是不是 短線上有漲多的一個跡象 但是不論最後俄羅斯 是打贏這場仗 還是打輸這場仗 這個制裁肯定會持續 因為不可能說 我是打贏了 我制裁結束 不可能有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繼續拖下去 很多產品連出口都沒有辦法出口 更是加速物價的一個上揚 好我們稍後回來 一二之間已經走到一個經濟的傷害毀滅戰 所以呢 華爾街現在有人估算油價不斷 很快的要看200塊美元一桶 而且下個月的CPI通膨 可能直接衝10% 這邊我們看到 鋼拉克他就說了 油價有可能直飆200元 那這個通膨 會比現在市場預期的 還要來的更加嚴重 那他看壞美元 因為他認為美國的財政赤字 非常的嚴重 但是其實這樣子的議題 在過去幾年已經吵過了 那他建議投資人 避免去買美國股票 而是要去關注新興市場 那在目前整個通膨 已經起來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看到莫格斯丹利 他們在這裡就說 聯準會應該要開始 做一個積極的升息行動 要無情的升息 那我們在這樣子看到 現在似乎有可能出現停滯性通膨 因為經濟有可能陷入衰退 那我們在這邊又看到了說 惠玉一口氣把俄羅斯的主權債券 降了六個等級 他直接從B直接降到C 距離違約只剩一個等級 因為他認為俄羅斯 在整個經濟制裁的情況之下 很有可能是沒有辦法去支付 這些美元計價的債券的利息的 那我們在觀察俄羅斯的時候 一定要從他的經濟來看 他的經濟成長率 其實從蘇聯階梯以後 大概進入了十年的負成長 所以經濟一直以來都不是很好 一直到了二零一四年 克里米亞戰爭打完以後 在這幾年慢慢的有穩定復甦 但其實是維持一個非常低的 成長率的狀態 所以我們在這邊又看到了 俄羅斯的經濟結構 實際上是非常仰賴出口的出口 佔他的GDP三十點七四Percent 那我們在這邊 而且能源相關直接佔超過一半 沒有錯 因為俄羅斯是能源大國 他也是一個貿易出口的大國 那在這邊我們看到了 他整個出口佔了超過一半 那政府的稅收也有一半是來自於這裡的 那除此之外 整個俄羅斯的貿易夥伴 跟中國最為相關 不管是出口或是進口的國家佔比 中國都是第一名 再來才是歐洲國家 像是荷蘭 德國 美國反而在這邊沒有這麼的重要 因此德國的態度 以及歐洲國家的態度 其實對於整個對俄羅斯的制裁 會有更深遠的影響 那在這邊 可是反對來說 來我們相反來換算 如果俄羅斯直接限制出口 那表示荷蘭跟德國 跟中國立刻重創 對 是 他在這邊 如果限制出口的話 那中國一定是先受害嘛 那因為他受的佔比最高 那另外荷蘭跟德國 在這邊拿不到他們的能源以後 那不僅僅是出口會受到影響 而是整個國家的經濟都會受到衝擊 而且德國有相當多的工業原材料 是來自俄羅斯 沒有這些原材料 你怎麼做工業製品 對 那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德國跟俄羅斯之間 兩國的貿易牽連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其實德國在這方面 制裁的態度上面 一直扭扭捏捏捏曖昧不明 我們整個俄羅斯的GDP概況 看起來真的不是太好 在去年看起來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但在今年經濟制裁的情況下面 表現一定不會太好 特別是在匯率已經直接反映重挫 那這個地方就會導致俄羅斯 更有可能會有輸入性通膨的問題 此外 因為克里米亞戰爭完以後 二零一四年 其實整個海外直接投資 也就是所謂的FDI 是一路的往下降的 這對於俄羅斯長期的經濟資本累積 是有害的 那也會對於他的長期經濟成長率是降低的 那我們俄羅斯也看到了 他除了在能源以外 金屬也是一個全球非常重要出口國家 像我們就看到像是靶金 天然氣 鋁 還有最近噴得非常 非常兇的孽架 其實都是俄羅斯出口非常重的一個金屬占比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似乎有一個全球新的能源危機要出現了 像歐洲央行就說 如果二屋衝突影響了十Percent的天然氣供給的話 會導致整個歐元區的經濟 GDP下降零點七個百分點 如果來到四十Percent的話 甚至會萎縮三個百分點 是非常驚人的數字 在整個經濟戰兩邊打來打去 俄羅斯就揚言說我要中斷你現在北溪一號 那既然我拿不到什麼好處 那你也不要想要過得太舒服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能源的價格 都是一路的往上飆 不管是原油還是天然氣 甚至原油已經來到了一百三十美元一桶 在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的農產品 其實我們節目 大概是在市場裡面 最早開始講農產品的 那整個農產品的ETF 在最近湧入了大批的資金 大家都在想要賺這個戰爭財 我們就看到了像小麥提貨 當初我們在講的時候 不到九百美元 現在已經來到了一千一百四十七美元 這個漲幅非常的驚人 在整個局上 如果戰爭再打下去 他搞不好繼續失控 繼續飆 沒有錯 而且化學肥料現在限制出口了 所以你可能今年春天要播種 都沒辦法播種 因為俄羅斯就是肥料的出口大國 所以這邊不僅僅是他們種不了小麥 他們讓別人也種不了小麥 所以糧價確實還有可能往上再走一段 除此之外 孽價是最近最瘋狂的一個金屬 在短短兩天之內居然飆了250% 那甚至導致LME宣布暫停交易 甚至三月八號 我們這些已經成交的交易單都說不算 整個叫校正回歸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其實市場就說是因為青山集團 在涅市建立了大量的空頭頭寸 結果被人家逼倉 什麼意思 有多方他們去買了非常多的 多頭部位以後 然後把價格推升 他又用賺到的錢 再去買更多的多頭部位 結果空方 他們就只能被迫去補保證金 補不出來 就只能斷頭強迫回補 用這樣的方式去做比倉 跟我們前年看到的負油價很像 那所以我們在這裡也看到了 整個金屬的價格 一路狂飆 包含像是黃金 靶金還有鋁的價格 都是一路向上的趨勢 那年價更不用講 已經來到八萬美元 最後我們還看到巴菲特 這個價值投資者 在最近也開始買入了石油公司 買入了這一間西方石油 超過六千萬的股票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西方石油的股價 在今年以來已經大漲了75% 那我認為在避險情緒沒有緩解的情況之下 價格還有機會繼續向上走揚 普丁打仗 全球買單 俄羅斯今天嗆 這一個揚言要斷北溪一號 而且說一旦斷氣 這一個國際油價 可能直奔三百美元 那同一時間 全球金融市場的股民 真的是血流成河 台積電事實上 也都變成老外的 這一個提款機 沒錯 那油價呢 今年以來已經漲了超過六成 天然氣漲幅大概也達到三成 那這可以視為是俄羅斯呢 彷彿是對整個全世界發動了 另外一場能源戰爭 那目前來看 因為對供給面的憂慮 加上投機跟避險的買盤 也全部湧入 看起來這波漲勢呢 暫時是沒有盡頭的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這一波如果從遠期期貨合約的 一個預測來看 期貨的價格 基本上是已經預測 這個油價有可能會來到兩百塊 那這個部分會不會就在三月底就看到呢 我覺得並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呢 剛剛提到除了避險的買盤之外 因為全世界的一個熱錢投機性的資金 全部都湧向這裡 那當然不過還是要留意就是說 因為如果是透過選擇權的一個 這個槓桿產品來看的話 它的波動相對也會比較大一些 那至於說呢 在消息面來看 俄羅斯的一個總理 就是最近已經落下狠話 提到就是說 如果歐美真的要禁運俄羅斯的石油化 那這個絕對會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那油價將來可能會突破三百塊美元 那俄羅斯在這邊 當然持續的對能源市場 造成一些壓力 那我們還要留意 就是在另一方面 就是這個全球的農作物的 目前的一個行情變化 那因為烏克蘭進一步 也把這個出口的一個管制清單裡面 進一步擴大納入 包含像活牛 家禽 玉米 小麥 甚至像雞蛋 食用油 糖等等 那基本上就是所有吃的 有關的民生物資 大概都在這一波的一個管制清單裡面了 那所以勢必呢 未來如果算這個油價往上 然後呢 這個小麥 玉米 農作物的價格 全部都往上的時候 我覺得呢 這個通膨的壓力 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而且還不止於此 再看到呢 目前的一個航空運費 也悄悄的準備要進行一波大漲了 那主要來自於呢 因為空運的管制 那所以現在呢 整個航線必須要撈到而行 那整個飛行的一個時間拉長之後 那勢必呢 也使用到更多的一個燃料消耗 那因此呢 預期在三月份的 這個航空的貨運運費 有可能會比起二月份 呈現單月大漲三成到五成 所以這個漲價的一個壓力呢 當然勢必也會進一步反映在 就是最後消費者的身上 所以剛剛所提到的 幾乎所有的一個成本 全面都在上漲 那以目前的一個黃金 跟白銀的價格來看 那過去 因為這兩個都是貴金屬 所以價格呢 其實有密切的高度相關 根據統計相關係數是高達九十一 那我們如果進一步來看 因為黃金呢 大概比較主要 主要是用在這個避險的用途 那至於說白銀 其實很重要 就是在工業用途 所以說如果用黃金 除以白銀 形成所謂的金銀比 那如果這個比值往下的時候 其實代表就是市場的一個景氣 預期是會復甦的 但是偏偏現在看到的是呢 金銀比是飆高到七十六倍 在過去的一個高峰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在疫情期間 最高曾經來到大約八十九倍 那目前來說 幾乎也是在十年來高點 代表就是說呢 避險的情緒高漲 而且大家對未來景氣 是比較呈現保守悲觀的預期 那美股四大指數 最近持續的拉回 事實上今年以來呢 基本上已經開始大量回吐 去年的漲幅 那其中道琼S&P500 跟費城半導體指數跌幅 都是超過了十%以上 那跌最重的當然還是 相對高本益比的納斯達克 目前的一個年初以來跌幅 已經逼近了十九% 那全球股市呢 都經歷這一波股災 在歐洲股市部分來看 跌幅比較重的 像德股也跌了將近兩成 法股呢 大概也跌了十七% 那英國股市相對跌少一些 不過今年以來也下跌七% 那雅股部分呢 日韓股市的跌幅 也都是超過了二位數 台幣呢 在這裡持續的貶值 那我想這個進一步來看 就是因為外資的 匯出的力道也在加大當中 那後面來看 能不能穩定 就要看央行 是不是有比較積極的進場干預 那台股這邊來看的話 因為呢 延續跳空往下挫 所以四個月形成了一個頭部 這個技術面形態呢 基本上是已經確立了 那再加上因為年限失守 所以看起來呢 這邊法人城市交易的賣壓 也會進步加重 那導致呢 像台積電 這個股價呢 當然最近也是非常的疲弱 而且呢 經常跟這個ADR呈現 比較罕見的就是呢 這個台灣的遠古價格 還比ADR高 那這個當然也會進一步 讓外資呢 加大對台積電的賣壓 那在昨天呢 這個三月七號部分呢 可以看到外資對台股呢 單日狂賣了八百二十二億元 這個是史上單日的 第二大的賣超金額 那當然最主要還是在於 系統性風險 目前呢 這個整個影響的一個範圍 跟時間點不可測 那今天又賣超五百多億 這樣累計今年以來 老外在台灣就已經賣超四千億了 對 非常可怕 因為去年一整年呢 大概也其實大概是在五千億上下 那現在才過兩個多月 所以看起來呢 這一波的這個外資 對台股的一個賣超 絕對是不手軟 那當然呢 這個行情每次大跌的時候呢 市場就會有期盼 有呼聲 國安基金呢 是不是能夠進場 那當然這裡呢 國安基金操盤手 軟清華已經提到 台灣基本面很好 那未來還是有可能考慮呢 這個討論是不是要互盤 那當然我想自己股票 還是要自己救 因為歷年來 國安基金互盤 不一定能夠真的 讓台股立刻起死回生 那當然提到外資成為呢 這個外資對台積電 持續的提款 那其實去追究背後呢 最主要的賣壓 其實來自於兩大主權基金 分別就是挪威跟新加坡的 政府主權基金 所以也難怪就是說呢 之前像一些外資 或美系的券商呢 頻頻的調高目標價 或是說對基本面看好 不過呢 這邊主權基金 看起來是有不同的一個想法 那尤其去統計就是說呢 在這一波外資賣超的 這個金額裡面 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是集中在台積電 所以我覺得 當然這兩天呢 我打個唱 所以這一個統計 是要表到昨天的數字 然後戰爭打到這裡 外資賣超台股 2500億 其中台積電高達 1500多億 對 所以就直接來講話 就是說外資就把台積電 視為是台灣最大台的提款機 超級大的ATM 因為市值夠大 流動性也好 那外資一邊賣的時候 當然呢 其實有些 想要長期投資 或存股的 小資族呢 也覺得呢 樂見便宜 逢低去進場 減零股啦 那我覺得如果是零股 小額投資 你能夠定期定額 或是分批進場 刀也無妨 不過如果說 想要摸底的方式 看能不能買完之後呢 馬上來個V轉 或是說政府基金會進場大買 我覺得大家還是呢 要先多看一下 因為畢竟外資的口袋很深 那進一步來看呢 俄羅斯的債券所引發的金融股 暴險的一個問題 這邊法人出具報告 認為說 如果俄羅斯的債券 又被降頻到C幾下呢 那最嚴重 可能會影響到 淨值一到三成 不過大家注意 這個指的是對受險 那實際上 因為股票市場掛牌 都是他們的母公司金控 如果對金控的淨值影響的話 你如果以國泰金 或富邦金 其實大概都是在二到三個 百分點而已 沒有那麼重 那最主要來講的話 新光金相對佔多一點 所以未來這個所謂的一個 暴險的風暴疑率 我覺得觀察指標股 反而可以留意 新光金能不能先做指標 好 我們稍後回來 老師 從剛剛看到 是俄物的戰爭 進入第十一天 進入延長戰 而且可能是長期的消耗戰 在軍事的戰場上面 傭兵大量進場 然後在金融跟能源戰場上面 亞洲股市 全球股市今天鬧股災 那油價值分139塊美元 事實上全球都要為通膨 跟這一個將來的惡化 而全面買單 沒錯 這個俄物大戰 不只是影響到 整個歐洲局勢 或是俄國跟烏克蘭的局勢之外 今天早上的全球股會 是都出現一個大幅震盪的局面 因為最新的這個消息是 美國考慮對這個 俄羅斯的石油跟歐洲 進行一個禁運 那因為俄羅斯石油 目前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這個出產國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油價一定飆翻天 所以早上的時候 這個包括說布蘭特原油 或是說像這個西德州原油 都一度 像布蘭特一度飆到130以上 這個所謂西德州 也是飆到120幾 所以早盤的台灣股市或是亞洲股市全面重挫 台灣最後跌了557點 那亞洲股市都跌3%左右的狀況 那外資甚至還賣了820而已 這是史上前三大賣超 而且外資今年來賣3000億了 對你就知道其實這個局勢 真的以國際金融市場來說的話 還不見得到最好的時間都還沒有看到 這可能還要很長的這個時間轉折還沒出現 好那我們講 事實上以目前的這個美軍的統計裡面來講的話 這個從這個俄羅斯開始進行烏克蘭的這個戰爭以來的話 美軍的統計是光是飛彈就射了大概600枚左右 而且他們已經動員了俄羅斯能夠動員了95%的兵力 目前約莫有20萬的這個軍隊在烏克蘭境內 那能夠再重新集結的兵已經沒有那麼多了 那目前除了這個占領幾個城市之外 他們現在要針對哈爾科夫 還有包括第二大城 還有馬利波南方的這個海港 那甚至要對基輔 甚至是要對奧德薩進行一個攻擊 所以未來幾天的這個局面來說的話 恐怕還有非常血腥的畫面我們會看到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俄羅斯也佔領了非常多的這個烏克蘭的重要機場 包折倫斯基都說呢 文尼查也就是說他們中部的一個重要的國際機場已經被佔領了 所以現在烏克蘭的往外的道路 往外的這個空中的這個道路 事實上都已經被截斷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在上個禮拜呢 為什麼這個股市股會是會出現重挫的局面呢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普丁對全世界放話 他是說什麼 如果你呢要收留什麼烏克蘭的軍機的話 我就食同作戰 他對這個包括說羅馬尼亞 還有一些北約國家 他就這樣講 真的連普丁 普丁都說啦 如果你對我的制裁的話 心動是對我宣戰啊 所以我有可能會對你制裁啊 那現在第一個反制裁的國家 可能是英國 那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多 那當然全世界還會擔心什麼 我們台灣的半導體有所謂的靶金 奶氣這些依靠俄羅斯 他會不會也進行一個反制裁 真是這幾天來說的話 什麼肥料已經出現上漲 所以我覺得這個變化都還蠻大 大家要留意這個所謂金融市場的變化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嘛 這個全世界首次的要對俄羅斯石油 進行一個禁運的這個狀況 到目前為止來說話是布林肯 他已經跟歐洲已經跟這個很多國家 都已經打有這樣的通話 但是會不會這樣做 大家並不清楚 那我就講嘛 因為這是第二大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石油輸出國 所以所有的原物料都出現一個大漲的這個局面 甚至現在就有人說了 萬一這個局面沒有好轉的話 可能會導致這個原油價格會繼續再往上飆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他在這個疫情過後 他的石油產量是減少 加上說美國的業營油企業者 他們目前為止還不願意增產 所以全世界增產的幅度相當有限 甚至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這個俄羅斯已經打電話給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聯合 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國家說 你們不要配合美國的制裁 所以其實現在呢 全世界制裁的重點反而是擺在油 油上面要怎麼來這個 這個進行一個所謂 包括說禁運 或是俄羅斯的這個反擊 這個可能會變成是一個 未來最重要的一個關係 那也因為油價的大漲 我就講今天早上的雅股全部都重挫 那連帶因為外資大幅賣超 所以台幣的貶值也相當相當之巨大 所以短期間之內在講的話 這些所謂國際局勢的變化 還在進行之中 對於台股或是對於外資來說的話 可能持續賣超的情形 是不會改變的一個狀況 好 那所以這裡頭事實上 是一個長期消耗戰 軍事上的消耗是傭兵進場 然後軍事武器進場 可是金融的雙方攻防是歐美 直接封殺俄羅斯的經濟 先踢出死衛之後 現在考慮這一個能源制裁 但是能源制裁是超級欺傷權 因為國際油價 我看開戰之前在90塊 今天看到139塊140 所以國際油價 光是短短兩個禮拜漲幅超過50% 好 50%那意味著全世界的運費成本 要增加50% 然後塑化原物料的產品 很有可能也會跟著增加 然後全世界所有的零售銷售 可能都跟著增加 那一般人的最終的消費就會有排擠的重分配的壓力 沒錯 所以事實上全球真的有可能有超級的停滯性通膨的壓力 那停滯性通膨又會影響政治 拜登今年怎麼選舉 台灣今年也要選舉 這個禮拜韓國也要選舉 所有民怨民聲的通膨不爽都可能反映在選票 對 事實上這個影響是相當之巨大 上一波如果大家印象非常清楚的話 2078年的金融海嘯 最後形成了一個最重要的引爆點 就是油價漲到了147塊 甚至150塊左右的數字 所以導致整個壓力非常巨大 那現在也是一模一樣啊 就歷史的這個經驗裡面來講的話 油價最後飆漲的時候 其實都會引來可能會有 像剛才林冠講的 經濟衰退 對 經濟會出現一個衰退的危機 那加上說 其實美國聯準會現在 在因應整個通膨這麼大的時候 他又不得不升息 所以這個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題 那而且不只是只有石油在漲 現在所有黃豆玉米小麥 上禮拜都創了這幾年來最大的漲幅 所以這個所謂通膨的壓力非常巨大 但是經濟衰退的壓力 可能因為石油上漲的時候 又會有這樣的狀況 對 所以我才說嘛 這一次的全球股市下跌 你不要把它視為說 可能只是物額的影響 事實上在後面代表了可能 對經濟的衝擊 我覺得這個我們還要持續的觀察下去才知道 所以黃世聰 我跟你的政治判斷 普丁跟澤文斯基 誰先倒台 誰先被暗殺 是一個戰場 然後呢 民主國家的戰場在金融 在通膨 在經濟 習近平也有壓力 拜登也有壓力 民選的總統也有政治的壓力 那拜登事實上民調也破底 也在一個敗咖的處境 所以美軍固然軍事的力量強大 可是政治的資本上面 誰會撐到最後還不知道 當然啦 這個其實非常複雜 因為像這個今天的這個中國也開兩會 他們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已經往下修了 那包括說像美國 美國年底要選舉 那其中選舉的時候 萬一你的通膨控制不住 那整個經濟又衰退 那當然是不利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國際因素在這邊震盪 那當然短時間之內我們還要看 俄羅斯跟烏克蘭 到底誰先倒下 如果烏克蘭先被佔領了 整個這個局勢 或許不會那麼的糟糕 但是萬一一直這樣拖下去 這個時間拖了非常久的話 可能對全球的經濟 又是會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影響 陳妍剛剛看到美國華爾街 儘管戰場不在美國 都擔心停滯性通膨的影響 可能會造成經濟上的 唐大的深遠的風暴 現在幾個大的投行 指標性的投行 向大摩特別提醒 未來股市還有六到八週的下行風險 花旗也特別警告 他所做的一個企業利潤指標 這個既然變成負值 這是從2020年9月以來首度出現 那連平常比較樂觀的這個瑞銀 過去他都比較樂觀 這一次他既然也跳出來警告 其實整個降頻 所以影響了國際股市 尤其是我們看道瓊 其實到目前為止 道瓊NASDAQ費半的一個修正的情況 並沒有真的停滯下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是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最近飆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這幾天已經來到99.24 可能即將要突破100 包括我們所看到的美國的CPI跟核心CPI 其實都創歷史新高 最近如果我們去看小麥的ETF WEAT.US 這一檔ETF最近是狂飆 幾乎快到50% 這個也反映了這個農產品價格 而農產品價格 黃豆玉米小麥持續飆高的過程中 會不會引發糧食安全 甚至引發暴動 這個過去曾經有發生過的 阿拉伯之村就是這樣發生的 而且我仔細幫各位盤點 而且阿拉伯之村那一年就是金融海嘯 沒錯 金融海嘯之前油價先噴到147 然後就全球大衰退 大衰退之後就全球大革命 對 然後暴動 那現在我整個看下來 大概只剩米 稻米的價格還沒有上去 你不論是燕麥 黃豆粉 黃豆油 甚至菜籽油 就我們平常所有料理 你會用到的所有的東西 現在我看只剩米 只剩米還沒有上來 那接下來當然現在整個華爾街在談的就是油價的部分 因為最近我們在看幾個大的交易 他們已經去做選擇權油的call 他看會不會衝到200塊錢 而且其實快到期 3月28號就要到期 他們這麼有信心 所以如果真的制裁一下 這個一連串的反應 高盛也警告不亞於這個1978年1979年當時伊朗的石油危機 那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其實我在節目中也一直提醒大家 因為2008年當時 因為林冠你也一直提到這件事情 還有2015 11到15這段油價都是在高檔 隨後股市就是崩盤 對 那你說戰爭其實當時引發的不同的影響 那所以現在油價持續的飆高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就是火已經點了啦 我認為火已經點了啦 你要不要去滅這一個火啦 那因為現在我們在看另外一個火是什麼 會引爆全球整個電價大幅度上升的是天然氣 而天然氣我們看到它的走勢在 以對照這幾年的一個走勢來看 它也持續的在走高啊 那不只電啊 所以全球的消費市場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對 所以我能源 然後我天然氣 還有食物 好 食物 剛才食物講下來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什麼 跟電子產業跟基礎建設 連帶關係的工業金屬跟貴金屬 你看鋁跟銅 鋁跟銅 鋁是鋼鐵的 對 銅是電線電纜的 對 這個也都持續創新高 然後呢 黃金 當然你說避免買盤上來 現在連煤炭也都持續的走高 結果現在煤炭價格衝上來以後 發現說要拉煤是沒有 像日本大家都要找替代方案 所以你看到鋁的價格啦 銅價 涅價 這些都持續在走高 而且現階段還遇到一個 更大的一個危機 在這個上個禮拜的時候 林冠你也特別在節目中跟我討論 就是說俄羅斯這個盧布貶值的問題 我說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債券的問題 現在它的債務問題 4月15號見真章 因為3月15號你要付息 它有30天的寬限期 OK 大家都認為說沒關係 我再讓你寬限 4月15號到了你要不要付 不付就是正式違約 降頻是降頻 正式違約等於我手上所有的債券 到時候我要怎麼去打貸 所以這個的問題影響很大 那蘆布持續的一個走貶 所以現在 歐洲已經叫俄羅斯相關的銀行 不是叫他們滾 我動解你的資金啊 你動不了啊 所以他自己回家 那最後這個我不知道這樣講好不好 就蘆布比狗都不如啊 因為狗狗幣的價值都比蘆布還高了 所以風險是不是已經要發生了 我們可能要持續的關注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